刚才台北地方法院又继续开庭了 蔡守迅还要帮陈水扁量血压 但是她说不必量了 她可以继续撑下去 我觉得阿炳讲不必量了这是对的 我觉得她很诚实 我觉得蔡守迅要量血压是善意慎重 但是外行 刚刚那些记者讲了一大堆外行的话 你说气若油丝 气若油丝 还有说从后面看头歪的歪的 阿炳这种情况如果身体很虚的话 她第一个反应绝对不是头歪的 拖歪歪于是无补 也不是 我觉得她脸色会发白 然后会出冷汗 然后她会你不用劝她 她会自动找一个椅子就躺下来 她一定会躺下来 你不用劝她 她也会躺下来 所以她一定觉得还可以 那等一下她有机会讲话的话 喔 那血压更上来了 我们这种 一讲话血压就上来了 这种比较悲的 如果她说话 说我开了就来 你没看我说话都继续开了 通力可证 不知道怎么看 陈具品尖到现在为止 今天开庭的表现 他一个字都还没讲 我想不管检察官法官表示一种 适度的用人性的关怀 这可以理解 但是我不认为阿炳那么严重 其实她体力非常好的 我认为她这种场合 如果要用这种勃取通勤 大可不必 把飯吃好多吃 每天吃三碗飯上法庭 那才是他的權利 那同樣的 就像他的金融時報的那個報導 坦白講金融時報的確是很有公信力 但是呢 這是想辦法要鑽進去 再來金融時報立場 他當然想 外國媒體獨家專訪 就像訪問到海山一樣 這個記者都會這樣想 但電子報是有限的啦 的確有限 表示說他的編輯都知道說 這個新聞沒有那麼重要性 就把他電子報 那幾天就大家忘掉了 但這個新聞是作用不在海外 海外看看大家忘光了 是外銷轉內銷回來政治炒作 意圖影響輿論 其實這是一個扁半的策略 另外透過他的辯護律師不斷的營造 昨天開記者會 然後透過國外媒體 但有限嗎 也許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像孔傑龍啦 像紐約時報啦 像經濟情報都有報 但是編輯效應到台灣都沒有效 因為台灣大家會自己判斷 台灣實際上用自己的切身體驗來判斷的話 我真的不要准 所以國外媒體的炒作 來自扁半 坦白講 編輯效應也在地間 很有限 這段非常精闢 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精闢 我也同意 我覺得金融時報 比如說像我們媒體一樣 我們也會想辦法 就是說要不要進去 如果是獨家裝潢 獨家裝潢 所以無可厚非 不要講到說有什麼置入 只是我覺得這篇報導 坦白說還算吃貧啦 海洋紫蘊 他也提到說 他作為台灣的民主鬥士 他的形象已經嚴重受損 但是我覺得他的Homework沒有做好 比如說他講到說 他這個阿扁他們因為貪污了幾百萬 洗到國外去 其實不止幾百萬 如果他把起訴書看清楚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起訴裡頭 至少有好幾億 不是只有幾百萬 那作為一個扁半 包括這個陳水扁 他的翻譯上 他應該是幾百萬美金啦 對 那他可能沒有寫清楚 幾百萬美金 數字我們三個月 所以基本上來講 就是這是一個大媒體 這是真的是一個家大媒體 然後這個 如果說金融時報可以 那是不是下一次 紐約時報也要來 經濟學員也要來 也要去專管他 所以我覺得 所以北索有責任 北索要處理啊 我的意思就是說 新聞價值應該沒有這麼高吧 不 有時候是 不是說新聞價值有沒有這麼高 他這個可以去運 包括扁半他也想運作 包括其實 對一個卸任總統 尤其他做了八年的總統 我覺得媒體上 會有這個 就是說炒作的一個價值 但是問題就在北索 你這個如果說法律上是不允許的 那你就要禁止 我不曉得 看守所跟監獄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以前這個 那個我到南投去訪問過 彭百賢 他就關在那個裡頭 是看守所還是監獄 我就忘記他那時候在看守所還是監獄 也是用這個會監獄 他好像還沒有入監服刑 他也沒有定業啊 對他還沒入監服刑 他也是看守所 對所以這個到底可不可以 而且我擺明就在那邊做專案 電話拿起來說你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 你神氣什麼你也犯法啊 不是因為你是外國人 所以他也沒防盜子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到底可不可以是 是可以去探討的 是可以去探討的 對到底可不可以 慧文 理論上我們會用 假帶的方式 假帶 沒有違法的問題嗎 我今天去我不會講說 我是記者 然後我要專訪誰 他一定不准 但是我是他的朋友 我要會客 那是可以 可是可以帶紙筆嗎 理論上帶紙筆是 其實不太不太方便 因為那個管理員會看 看你們寫了什麼 因為在大法官 這次做653 654 這兩個解釋之前的話 其實是要監控的 你那個電話拿起來 他們也在聽啊 聽說這個記者沒寫 沒有 聽說一開始紙筆被沒收 後來扁辦再偷偷 塞除 其實我覺得 這水準很難 因為問沒幾句 記下來就可以了 這記者寫什麼 那寫的寫的沒幾句 沒什麼數字啊 所以只能上電子報啊 就這麼短短的 沒有勁爆內容啊 所以我因為我們以前 都用夾帶的方式 就假裝是朋友 親友去會客 然後來做 新專訪之時啊 那你說嚴格要處理到說 譬如說 這個美育傑去專訪 彭牌險要不要關起來 當然是不用啊 那個沒有明文書要處罰 但是看錯誤比較難看 好的 我們看到在台北地方法院 現在開庭的這個時間 是已經兩個小時了 兩個小時還沒有傳出 陳水扁講任何一句話 其實蔡守遜法官 要問這個被告的話 應該也只有唯一的那麼一句 就是說 你認不認罪 陳水扁等一下怎麼說 我們隨時會再為您鎖定 稍後的五間新聞 會有更詳盡的報導 我們把時間 所以 我不聽進廣告